好 第一场说明会今天登场了 姚老师 这是台北市政府人事处给我们的新闻稿 他特别提到的是 退休公教人员新传及人力的运用计划 各机关有咨询 评审 集合等临时性业务 得委托或聘请退休人员参与 借重其经验或专长协助业务发展 这里头有每一年五万七千七百二十八人次 每一年的金额一亿六千四百三十万 七千九百二十块钱 钥匙怎么看 这算不算政策买票 那钥匙怎么看 这个政策买票都说不上 这是一个政策骗票 这理由非常简单 第一个 这个消息本身是市政府发出来的 市政府如果不发 媒体不会有独家 也不会有这么具体的 什么座谈会啊 什么五万直缺啊 这些都不可能出现 所以这些都是市政府希望 能够透过这个来扩大放送 媒体也夸大 他这个内容 说是五万直缺 优先 这一个对待 这一个公教人员 这个整个的操作模式 就是要讨好 公教人员 讨好蓝军 简单的说 那这个当然就是 这个一个选举操作 可是我为什么说他 算不得政策买票 买票的意思是 他实物上确实能够到位 确实能够让 五万多个公教人员 能够有一个职缺 让他们能够有第二村 可是事实上不是 我想透过大家的 仔细地看到 就可以知道 第一个 这只是一个平台 公教人员只是 在这个平台上 有一个比较 优势的地位 第二个 他根本就不能够 按法律 公教人员就不能优先 这是他们 劳动部自己说的 而且他根本不是 职缺是人次 更重要的 实物上根本不可行 实物上根本 至爱难行的原因 是现在 有很多这种资讯评审 集合的工作 临时性工作 举例来讲 最多的 对于基层照顾 比较多的 以公代正的 临时性工作 以公代正 这种临时性工作 根本还在排队 根本没有那么多工作 可以释出来 那你如果今天 更增加排队的人 增加五万人次排队的人 那就根本好看 根本吃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 政策上 他只是画了一个大饼 好听 说也对公教人员 非常友善 可惜的是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 能够实际落实到 这个讨好篮军的目的 所以我想说政策 买票都说不上 因为他买不到票 OK 叫杨老师说 叫政策骗票 不只不是政策买票 叫做政策骗票 可是为什么 蓝绿通通都反对呢 而且还说疑似打假球 八万的公普大军 如果都运作得很好 突然之间挤出了 有五万 我们不要讲职缺好了 五万人次 那到底是为什么 这里头都没有任何 排挤的问题吗 政策骗票 那如果是政策骗票的话 可以吗 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吗 来 廷飞怎么看 基本上我们先来看 就是说 他现在是从现有的预算 挤出来 这是邓家基说的 说你们现在 所在批评的部分 都是错的 因为没有增加预算 是有现有的预算 去处理 可是表示说 你如何从现有的预算 去挤出这五万七千人次 表示你过去的运作 就有缺了这些人吗 或是缺了这些人力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在当下 为了选举 然后挤出这五万七千个人次 而且他挤出来的部分 就说代课老师 宣导员 或是标案的审查员 咨询委员 甚至还有所谓的 消防局捕风捉舌的业务 这个让我们觉得是 有点很担忧的部分 就是说 到底这些平台 未来所提供的这些 所谓工作人次 不是工作 是工作人次 它只是一个平台 而且就是提供你这些讯息 但是如果这些工作 我们知道代课老师 我们过去在说代课老师 都说我们现在 有一些流浪教师 都没有办法进入到正规 那么你现在又提供代课老师 那这个部分 你又让退休的人员来进入 这个部分会不会有排挤 甚至去剥夺到 他们的工作权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所谓宣导员 标案审查员 咨询委员 这个都要专业 这没有专业的话 你说退休人员 就可以来协助这个部分 那到底过去 谁在做这些事 你现在提供了这些机会 那过去谁在做这些事 我必须要了解的是说 市政府过去 你没有这些五万七千个人次 来补进来的时候 当时候这些人谁在做的 那如果说这些人 当时候就有在做这些工作 那是不是自然就排挤到一些专业 所以我们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 去提出这个政策给柯文哲 我觉得是在害他 我觉得他的梦了是在害他 尤其你还说消防局捕风捉舌的业务 那请问这个过去谁在做的 你现在说你提供给这些未来退休人员 那过去谁在做 那表示这些事没有人在做 所以其实我当大家一直在做政策买票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说2003年7月2号那时候 花莲的游英龙参加补选 然后他当时候其实就马上 没有经过多久正式宣布 他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头目津贴 当时候其实他那时候还记得 阿扁还为这个事情 出庭应讯 出庭应讯 被李子春当时候的检察官 调去出庭去问这件事情 那当时也吵得沸沸扬扬 说真的啦或许这个现在柯文哲所提的 这个跟政策买票还有一个距离 可是我们真的很担心 也要提醒柯文哲的幕僚 现在选举的时候真的很小心 你像当初游英龙就被这个头目津贴 搞得原本可能有机会 搞到最后没有机会 因为大家又开始质疑他 你这就政策买票 结果李子春检察官也在那个时候 也去做了调问跟出庭 整个花蓮县的过程就是开始 不断的讨论认为说 哇你这个真的是会选 然后有问题 但是呢 等到最后还他清白的时候 结果选举补选已经完了 所以当时只是一个政见 身为民进党党主席的陈水扁 也是当时的总统 都被调去问的大阵仗 庭妃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2003年花蓮县县的补选里头 的确民进党所征党的游英龙 他的竞选活动里头 因为锁定就是光复乡 在泰安部落会员会成立时 原住民头目的工作津贴的证件 并且声称如果当选呢 每位头目将发的是 5000块钱的工作津贴 不过这个证件 被民众检举是契约会选 所以地检署检察官李子春在受理时 就是请这个当时党主席的陈水扁总统 那把可能有的参与决策 透过了检察长以邮寄的方式 传唤陈水扁 你看到就当时大阵仗 陈水扁应讯的一个整个过程 我想请教的是国动大哥 如果两枪比较几下 锁定头目今天跟现在 你锁定是退休的公教 哪一个比较严重 这个牵涉到1.6亿哦 来怎么样看 柯文哲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蛮乐见的 在首都这场大选当中 寻求连任的柯文哲 终于提出比较具体的证件 这一回的证件是花1.6亿 5万人寺撒给退休的公教人员 有特殊的族群哦 没有排挤吗 市政的业务之一 过去市政有外包 也有约聘户人员 5万人寺突然间捕出来 你觉得没有造成排挤吗 乃国动大哥怎么看 我们先不要去讨论说 他这个政策是买票啦 还是去骗这个经公教人员 他这两种心态 第一种 他到底是无知对法律无知 这里面这个政策 违反了就业服务法 他无知不懂 还是他明知道 这里面会触法 但是他不得不推 这就是他的心态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老人每年的敬老金 1500块 他把它砍掉 让他的民调跌15% 他不惜不要 说这个是买票 所以我要砍掉 一年7亿 他可以省7亿 洋洋自得 后来他很有气魄哦 外线市在花老人年金 都被他讲是买票哦 那你这一次 要花1亿5000万 对经公教人员 来让他们有个 可以兼职兼差 不管他什么兼职兼差 谁给他包装这个政策 我们先不要管 可行不可行 我们先不要管 因为现在外面 大家都在讨论他这个 根本不可行 是根本来打工一样 一天领多少钱 用这样来骗人 什么5万人次 大家都在争论他这个领 可是我们从他的心态来看 他为什么不要老人族情 宁可砍掉他 说这是买票 然后要花1亿都去讨好 这些退休金公教人员 这是什么心态 我们必须要研究出来 第二个 他是很莫名其妙 以前告诉我们 他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 都有一套SOP 那我现在要问他 他这个政策在讨论的时候 各相关单页有没有做下来 至少劳动局 你应该请他过来坐在这里 劳动局局长一定会讲说 这不可以吗 市场这不可以吗 这下去就要求外面 也说你在买票 还是说你这个触法 保障等于是违反就业服务法 应该会有人讲 说不定里面 还有体育局的官传局会讲 市长 去年四大一年才骂这一批人抗争的时候 王八蛋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这样子对他们 人家会觉得你奇怪 一定会有人质疑他 他难道都没有去想过吗 你当时这些退休金公导 在那里抗争的时候 捞乱你的师大 你公开的鼓入他们骂他们 现在你又要讨好说来我给你们有一点这种兼职的工作给你们 那你这个到底是什么心态 所以我是从整个这两个心态来看 他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些人 底下人为什么帮他设计这样来讨好 这些退休金公教 很显然他的民调已经在开始下滑了 他必须要掌握住 这个政策一出来 蓝绿都骂 姚文字今天六大问题问得很好啊 让他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证件 丁手中也骂 那他到底讨好谁 人家搞不清楚 所以我说他一个政策的执行 并不是像他过去选举前一样 让人家觉得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步骤 很了解 现在显然证明你根本对制政政策的执行 根本就不了解也没有能力嘛 所以我说这个凸显出来 你到底还有没有能力来治理这个台北市 现在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 现在不只是这样的问题 现在大家在考验他 决策力到底谁替你再掌握 我都怀疑他幕后 有地下市长在替他做这个决策的